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尼西米记》第三章 《尼西米记》第三章总共有32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参加建造耶路撒冷圣城城墙的犹大人的名单 由于整章都是名单 我们就不分断了 另外这一章要节也比较难选 我们就选了个别的经节作为提示 比如16节和23节 圣经的经文这样说 其次是国里伯素一半 鸭普的儿子尼西米修造 直到大卫坟地的对面 又到蛙城的池子并永世的房屋 其次是比亚敏与哈树对着自己房屋修造 其次是亚南尼的孙子 马西亚的儿子亚撒利亚 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昨天的经文 也就是第二章当中提到 尼西米平安顺利地抵达圣地 他在耶路撒冷圣城巡视 当他掌握了耶路撒冷圣城城墙毁坏的情况 他便召集以色列会众 向领袖们 祭司们 平民 贵胄呼吁 大家一同起来 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我们曾说过 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非常的重要 它乃是国度的表征 是神的子民 以色列的保障 所以城等于 神子民向外的见证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它乃是与世界的 分别的界限 一个国家的都城 一旦墙毁坏了 那么自然权力就分崩瓦解 国家也就沦丧 所以当尼西米呼吁大家来建城墙的时候 耶路撒冷的荒凉 凄凉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表明着末后世代主的教会 所以神的家实在需要有神兴起的领袖 像尼西米和以色拉那样 能够带动神的子民起来 做主的圣功 恢复荣耀神的见证 并且将大家团结在一起 一同在美好的善功上有份 所以 尼西米记就在告诉我们这一点 我们今天要看的 是从读经的角度上 大家会感觉到 读起来不会有滋味 但是作为圣经来讲 和从历史的角度 本章却有着极高的文献的价值 因为本章乃是提供了 主前五世纪中叶 尼西米带领犹大百姓 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的名单 我再说一遍 这个名单 对于耶路撒冷圣城的建造史来讲 极为极为的宝贵 这个名单当中所罗列的名字 我们虽然听起来非常陌生 但是对以色列选民来讲 异常重要 而且尤其当日这些人所做过的美工 那在天上宝座上的神 一定牢牢的加以纪念 读到这一章时 第一个方面 我们来注意一下 参与建造人员的优先顺序 本章的一开头就讲了 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 和他的弟兄众祭司 起来建立阳门 分别为圣安利门善 最先起来做工的 是耶路撒冷的大祭司 和他的弟兄们 这就说明当时的神职人员 能够最先被神兴起 以身作则的来做主的圣工 这就很好地体现了 属灵领袖的榜样性的作用 所以如果做祭司的 只是习惯于动嘴来说 而从来不用手来做 那是没有办法服人的 所以做神的功 向神发热心 的确要从服侍神的人开始 因此本章的一开头 就可以显示出 耶路撒冷的祭司们 在建造城墙方面的表现 就已经是在众人面前显示出了 一篇比他们用嘴讲的 更美的信息 我们看见圣城的城墙 是从阳门开始建造 这个门乃是位于城墙的东北角 从方位上来讲 比较方便来进入圣殿 之所以起这个名字 是因为祭生 是通过这个门 被带入城内并进入圣殿 所以阳门有着极其强的 象征性的意义 因为我们都是主的小羊 又是被救赎的百姓 又是要被献给基督 献给神做活祭的 所以阳门就作为第一个被修造的项目 乃是由祭司们将它分别为圣 献给神 当然是在修好了的情况下 那么神就因此大得荣耀 所以阳门的修造 意味着全体的以色列百姓 以及今天的我们 都要在神的面前委身 除了阳门的修造 以色列人在当日 共修造了十二个城门 他们分别是阳门 是在城的东北方 渝门 是在城的西北方 谷门 这是古代的谷 另外一个也叫谷门 乃是山谷的谷 是位于西南角 再接下来的门 是粪场门 位于东北角 接下去是全门 靠近王池 再接下来是府门 接着是水门 位于东边 再下来是马门 是罗马的马 再接下来是东门 位于圣殿的东边 倒数第二个 是哈米佛甲门 最后一个 是以法联门 在本章中 第二个方面 我们需要注意到的 是所有参加建造城墙的人 他们同心协力 我们看见 阳门的修造 是一个美好的开端 但是光靠热心参与的祭祀门 是远远不够的 整个一围的城墙 要靠以色列会众全体来将以完成 那今天的话来讲 这就是团队的精神 我们在尤大人修建城墙的过程中 就看到参与工作的人来自于不同的背景和各个行业 另外还有不同的地区 他们都全部的积极的参与到建造城墙的工作中 我们说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背景 像经文当中介绍 起码有四个人的名字 在圣经当中是出现重名的 假如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来自于哪个家庭背景 我们就很容易将他们混淆 像四节六节三十节当中提到的米苏兰 还有像十一节三十一节当中所提的玛基亚 另外还有三章十六节 以及一章一节的尼西米 另外还有八节三十节提到的哈纳尼亚 这些人的人名对我们来讲都很陌生 但是神却知道他们 纪念他们手中所做的 另外还要注意到 参与工作的各行各业的人 他们里头不单单是有祭司 还有贵胄 做银匠的商人 甚至还包括女性 这些人都为神的工作 甘愿放下自己家庭当中的事物 身段 甚至是生意 不计辛苦 不计酬劳的 参与到神的工作中 所以难怪我们会把 尼西米记当中所提的建造城墙 现在比较多的是预指为 众圣徒同心合意 来兴旺建造神的家 所以这实在是 众圣徒同心合意 参与到神的宫中的美好的经文依据 也是我们今天当学习的榜样 同时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参与建造城墙的人 都全部来自于 耶路撒冷圣城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 他们的热心程度了 但问题就在于 尼西米当时的工作团队 乃是由当时圣地 不同地方来的人所组成的 注意 并不是仅仅住在 耶路撒冷的市民 所有参与进来的人 按我们今天从地理的角度来估算 其中有不少的人 来自于 耶路撒冷25公里 到将近40公里的范围内 总共有8个区的人来参加 这些来自于 耶路撒冷圣城以外的人 给建造圣城的城墙 带来极大的帮助 所以说 假如没有这些美好的外园 修建城墙的工作 单靠耶路撒冷的市民 几乎可以说 不能够太完美的完成 这些人来自于 耶路撒冷以外 什么地区呢 按照经文告诉我们 他们有来自于耶利哥的 这是第二节 还有来自于提格亚的 这是第五节 还有来自于鸡变的 这是第七节 再有来自于米斯巴的 这是七节 十五节 十九节 还有来自于撒诺亚的 这是十三节 另外还有来自 伯哈基林的 这是十四节 还有来自于伯素的 这是十六节 还有基伊拉的 十七节 十八节 有的圣经学者 干脆就将他们叫做是 修建圣城 城墙的志愿军 这些志愿军的品格十分高尚 因为一旦 耶路撒冷的城墙修好了 实际上对这些人来讲 没有直接和立即的利益 因为城墙 首先不是防范 这些人的家庭安全的 他们远在耶路撒冷城外 在他们自己来的地方 有村庄 有房屋 有产业 有农田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群人 却甘愿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 离开自己的家人和家园 到圣城去帮助 建造 耶路撒冷的城墙 所以这真像圣经里面所说的 个人不单单要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所以这真是一群爱耶路撒冷的人 我们就可以用经文当中的一句话来说 耶路撒冷啊 爱你的人 必然兴旺 大家可以看 《菲律比书》二章四节 诗篇122篇第六节 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